除了側邊的胸口留下一道長長的疤痕 鍾先生的生活基本已經恢復正常 比較不會喘 沒有像兩個禮拜前那麼喘 鍾先生是一名外送員 他在今年8月外送的途中 喊貨車碰撞 斷了8根肋骨 心臟還破了一個大洞 2.5公分以上 那個相當大一個洞 我們心臟只要破一個小小的洞 沒多久血流光了 醫生說心臟破了一個洞 正常人都會當場死亡 鍾先生能撐到醫院 是因為血塊 他這心臟血塊壓在那裡 所以他很幸運的是 才沒有當場死掉 10公分大的血塊 壓住心臟的破洞 替鍾先生爭取了時間 但到院之後 醫生為了縫補心臟的破洞 五針就花了半個小時 感覺好像都不能動這樣子 之後想說死定了 可能就是下半輩子 要在病床上待還是怎麼樣 也多虧 就是醫院的醫生 真的不放棄 其實不只心臟破洞 他的皮 肺 骨盆都有傷 一開始連呼吸都有困難 在醫院住了快一個月才出院 死裡逃生 也讓鍾先生更珍惜生命 在台中綜合報導 吃飯 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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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 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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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水